自8月份薄熙来案开审以来 具有中共官方消息来源的海外媒体 已经多次抛出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也将面临调查的消息 日前香港南华早报再度刊文表示 习近平已经成立专门调查组 针对周永康的贪腐问题进行调查 10月21号 香港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称 习近平已经成立特别工作组 调查中共前政治局常委 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自8月底薄熙来案开审以来 薄熙来的政治盟友周永康 曾经掌管的政法系统和石油系统内 多名心腹已先后落马 路透社 纽约时报 南华早报 都曾引述消息来源称 习近平在中共高层的 北戴河闭门会议上下令 对周永康彻查到底 这个是他的一个惯常的做法 因为中共它本身是一个黑箱体系 它自己的内部的很多官员 也要判断当前的政治局势 决定自己的立场 中共通过这种很有来头的小道消息 入口转内销 向共产党体制内的官员来放风 形成一个强导中人推的氛围 从而加速能够执行下一步 时隔两个月 这次南华早报披露的新讯息包括 对周永康的调查将打破中共党内的惯例 不是由中纪委主导 而是直接由公安部主导 现在公安部所属的政法系统 在中共常委层级 由习近平直接负责 自王博事件后 一直有分析认为 中共高层有意收紧 在江泽民周永康时期 被滥权的政法系统 但能否实现 核心就在于 敢不敢触及政法系统的核心罪行 迫害法轮功 新唐记者林兰采访报道